原来是这个 看到吧 这是20年的时候 这圆溜溜的 密度也比较低 但是确实里面有血管 也有空泡 密度比较淡 到今天四年了 看到出来有了毛刺了 这就是毛刺 然后密度也高了 这个就你看白白的 又有了这些突出来的毛刺 确实长大变化了 它生长了 你看这就牵扯 就形成毛刺了 就不一样了 长了样子 大小大概没变化 就是形态特征 密度变了 还是变了 所以要做手术 哎呦 差不多没听错手术 我都睡不着觉 不要睡不着 这手术很安全 很微创的呀 我就害怕 我就觉得做手术 我什么都干不了了 不可能啊 人家那么多人做都没事 我现在游泳啊 打球啊 你想玩还会的呀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就完了 不会 不能再打球了 又不能游泳了 这手术 微创手术 一般来说 一到三个月 逐渐体力就恢复 然后你该游泳就能游泳 该干啥 那现在这个样子属于什么呀 属于没净润 净润了应该是 这么厉害了 应该是有净润 但是也不厉害 因为这么长时间它才变了 叫做过性生长 变得慢 那你不是净润就不好了吗 没有这一说呀 分期才最重要 不是吧 不是净润就有复发或者转移的可能性吗 有可能性 但是很可能很小吗 哎呦 那是不是说我从正点给它变成那样了 对 一步一步的长 就像蜗蜗牛爬一样 那我早知道把这个做了 可能是之前 一样的我告诉你 所以你不要后悔 所以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 但是它长得很慢 跟你讲 它即使是 这个形态特征大小就是变了 你现在做 跟一开始做效果也一样 也是能完全治好 发生了 我